吃不到三個月 我就直接開了一個上海最大的盤子 那資深的那些人呢 他們就很欠慕我啊 說欸 你這個富二代 本來就有沒有跟我們搶什麼工作啊 你把提神拿過來給我們好不好 就每天都洗腦我 工作最近壓力太大了呀 你都最近得憂鬱症啊 我敢 你們想要帶人去看精神科 他們每天呢 都要看著我吃完重度憂鬱症的藥物之後 才讓我下班回家 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在某大廠論集過一段時間 在裡面的激烈暗鬥 還有包括人與人的孤星鬥爪 今天我要把它公布出來 當時也是通過分開了這個招聘 然後進去了這家公司 那你不要看這個大公司 其實很難進的樣子 問過當時招聘我進去的那個領導 他說他只看顏值 學歷第二 排第二 第三 看價值觀 他還在十分鐘能看到價值觀嗎 踢堆回車來吧 是因為我沒有什麼客戶資源 所以我每天就 就一直在外面陌生拜訪客戶 所以呢 因為這麼努力 入職不到三個五 我就直接開了一個 上海最大的盤子 然後呢 藤主的那些人 比較資深的那些人呢 他們就很羨慕我啊 說你這個富二代 本來是也沒跟我們搶什麼工作啊 你把提成拿過來給我們好不好 就每天就洗腦我 你知道嗎 就是每天就是一直跟我說 哎呀那一季啊 你工作最近壓力太大了呀 你都最近覺得憂鬱症啊 我感覺你最近受了好多 喬捲了好多 我覺得我們都很關心你耶 我們想要帶你去看精神科 每天20小時這樣 如果傳遞這樣的信息 覺得好像自我懷疑 好像是不是真的 有點自己壓力太大了 我就同意 他們陪著我去 在上海看了精神衛生中心 他們進去的時候 醫生就問我三個問題 一個 你最近有沒有談談過的 壓力大不大 有沒有哭過 好 回答了這三個問題之後 他直接給我蓋一張 這樣 重度憂鬱症 其實呢被確診重度憂鬱症之後 他們每天呢 都要看著我吃完重度憂鬱症的藥物之後 才讓我下班回家 然後他們就說 那Nike吧 你重度 你都已經重度憂鬱症 那不然也在家休養吧 那個單子呢 我們來幫你負責 我以為他們真的就是 真心的關心我 所以呢 我就在家休養了三天 越想越不對勁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人異常的陽光 所以呢 我擠呢 花了錢去三甲醫院 再去看一次新醫生 後來去那個三甲醫院呢 我就知道那個新醫生故事 還有包括那個頭僚啊 腦電鍋啊 腦磁鍋啊 然後在我身上 在我頭上帶了一堆 那我沒有做腦電鍋的東西 最後發現了 診斷出來 沒有抑鬱症狀 就是說呢 三天之內 給我開出了不同的診斷報告 直接拿了這兩個診斷報告 直接衝到公司的那個 HR的部門 直接把這兩個報告 直接甩他們臉上 後來 在工作上呢 他們就不斷地打壓我 所以我在那邊 待了一年多 我就離職了 因為我實在受不了這樣的工作環境 也會影響我自己的心情 我知道大家都在職場醫院工作 然後呢 其實也在職場上面 會遇到非常多工作可能的待遇 但是請你們要勇敢地站出來 就像我現在一樣 我自己的工作 那我真的要勇敢地打壓我 我自己的工作 就像我一樣 你自己的工作 我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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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自己的工作 就沒事做 然後我爸每天就叫我阿斗 扶不起阿斗 我也不可能一輩子被人叫做阿斗 所以我就偷偷存了一個月的公司 九千塊錢人民幣 來到了上海 付了一個房租四千塊的 然後之後又去辦了電話卡 還有包括我後面的吃喝 我身上其實只剩下兩千多塊錢人民幣 等於是去面試一家公司都不要 因為他說我沒有工作經驗 也沒有在大陸工作的資源 當時就是投了非常多的警力 然後就去面試了一家 說是賣清潔用品的 結果沒有想到居然是在路邊擦鞋 那我也不可能一輩子做這種工作嘛 然後剛好呢我有個台灣朋友 在上海的愛奇藝工作 就誤打誤撞進入了廣告行業 家人還有包括我爸的員工 因為他們都看不起我 每天都在打賭 打賭我說一個禮拜回去 或者是一個月就回台灣了 七年的努力之後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農曆廣告人 中間還經過了指家大的廣告公司 然後還有一個某大廠 我這段工作的期間 我也被拿過了非常多的想像 朋友會說我來上海是 花我爸爸給我的錢 但是我沒有靠家裡 有任何一點經驗 然後去年年底 我爸爸轉了100萬台幣給我 這筆錢是第一次給我轉錢 這在我晚一點 我心情很快 我就在打電話沒打 我說你們七年來都沒有看過我一次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一個人在上海 打賭起來 他決定貴了100萬台幣 所以很多網友說我在上海不務正業 然後我是一個頑固子弟 但是我確定告訴你們 我是有正當工作的 正遇到了人生的頂景 拖出四圈 然後勇敢的去闖出另外一頁 網友說什麼我在上海花我爸的錢 揮霍吃喝玩樂 拜託你們是不會自己就看視頻嗎 我解這集視頻都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他家裡都不願意裝修 他摳到什麼程度 他雖然名下有很多豪宅 但是他裡面豪宅的家具 全都是從外面撿來的 有一次我跟他走在路上 走在路邊 馬路邊 看到別人丟在外面的一個櫃子 那個櫃子上面已經破了一個大洞 他說 他說家珍啊 這櫃子看起來質量還滿好的 我們搬回去吧 然後我們自己住的台北的房子 那是那個三十年前裝修的房子 他從來不會裝修 那個天花板都已經在吊漆了 整個牆壁都已經破爛了 龜裂了 我每一次從上台回去 還要特別買一個斗粒 進家門一定要帶上那個斗粒 不然那個天花板上面的灰 都會拖到自己的臉上 最扯的就是 我們小時候 就在我國中的時候 我爸給我點一人一張負卡 銀行卡負卡 說以後你跟同學出去 你就繡這張卡就好了 你可以 但是你只能看繡 讓別人看 不能刷 有一次呢 就不小心沒帶錢嘛 然後就刷了 買了一朵糖果 刷了十幾塊錢 回家被他罵了臭頭 說我吃這個糖果會蛀牙啦 你刷什麼卡 上面這幾點 你們覺得我爸有可能 會給我錢在上海回貨嗎 讓我一個人在這裡吃喝玩樂嗎 怎麼可能呢 一點判斷力都沒有 我是最有名無實的富二代 我跟我姐呢 都是靠自力更生的 其實我小時候四年級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喜歡的是女生 可是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很奇怪 也覺得自己有很正常的行為 但是我爸跟我做了一系列 很可怕的 反抗行動 在我18歲的時候呢 我爸給我的生日禮物 是一塊勞力士的手錶 他說呢 家蓁 這是我爸爸送給你的手錶 那爸爸有個願望 就是希望你能變女生 我為了得到那一塊手錶 我說喔好啊好啊 結果當天呢 我爸就直接預訂了一家 做睫毛的店 說要帶我去做睫毛 當時我對做睫毛 其實沒有太大的概念 我以為就是 只是重疾跟睫毛 讓自己睫毛變得多一點 我想說應該不會影響我自己的顏值 我就在那個地方躺了一個小時 結果當我醒來的時候 哇靠 我像公主 結果呢 種完之後 我爸超扯的 他直接把我帶到他公司去 秀了一圈 給他公司的員工看 重點是你們知道嗎 我當時的長相 我當時留了頭髮 就跟我現在是一樣的 然後前面穿的是男生的衣服 然後一個超級長的睫毛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就把門趕緊鎖 把自己房間門鎖起來 我就在那邊對著鏡子 他一邊哭 我說我怎麼會變成長成這個樣子 我一根一根 把那些長的睫毛 拔掉 用力給它拔掉 把自己側的皮子都拔掉 隔天早上 我爸進來叫我起床的時候 然後家珍拿起床 他說 你這個睫毛怎麼昨天種的 今天都沒啦 我說你那個質量太差了 以後別種啦